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em 频道 上两集阿Nem跟大家介绍了上海妹的演艺人生 今天将会介绍上海妹的配偶半日安的演艺人生 半日安生于1902年,出于1964年 年份、月份和时间就不能考证了 半日安的原名叫做李鸿安,是广东南海人 她是著名的月剧丑生,她的妻子是著名的花旦上海妹 半日安跟李海泉、廖合怀和叶忽若 四个人合称粤剧四大名丑 说到半日安的生平 早年半日安施从马斯增 马斯增替她改了个艺名,就是半日安 半日安 których债名取出故签兰指难球的半日安 而得出现的 在1931年,半日安跟隨馬斯增去到美國演出粵劇 在當時認識了當時劇團中的著名花旦《上海妹》 雙方發生好感拍拖,最終兩個人結婚 結婚後生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在郭先生的首本有燕然一笑、前程萬里、黃昭君 南蒲野貴鄉、西絲、含笑飲披霜等等 這些劇是由馮智芬編劇,由上海妹、薛國仙和半日安合演 其中以他們合演的湖北歸大受歡迎 這套湖北歸,即是他們這組合演湖北歸 被當時的觀眾稱為湖北歸原裝版本 半日安相當熟悉薛派的名劇 他演出《花染狀》、《湖北歸》等等劇 毫不保留將薛國仙、《上海妹》和《半日安》的《施火界口》 和相關可應用的技術和技巧 隨著年代演繹給林家昇和李寶瑩學習 令後輩可以得到薛國仙和《上海妹》的真傳 對於演藝的傳承,他做了相當大的貢獻 有時只靠錄影帶來學習,有時也不太清楚 當遇到問題時,半日安直成會以身說法 親手教後輩 後來薛國仙的最後一位入室弟子,林家昇 當林家昇晚年做傳承工作時 傳承胡不歸給學生時,也採用了這種方法 使用了一些私人錄影 譬如譚定坤、梁聖波等他們一路學習時 一路看著視頻來做教材,以便確保他們能得到最好的學習 在1964年3月3日,半日安在九龍法國醫院病洗 接下來就和大家分享 半日安拍攝過的電影 半日安拍攝過很多電影,計算起來有231部 那麼多 在這裏就慢慢和大家分享 1934年3月3日安拍攝過很多電影 1934年,柳濟祖宗 1935年,一夜風流 1939年,半面西施,大俠金鳳池,大俠金鳳池,第八天堂 1934年,半日安飾演曹操 1941年後,七年沒有拍劇 因為戰時起初期。四八年,沈具落局 一路 dragon long guard 后,一路路守便泪 一直到1948年,战事結束後就再做拍劇 四八年有富貴浮雲,好女兩頭門,四大天皇 samp人頭賣舞 然後就是1949年 陳夢吉與方唐鏡 寶玉奇緣 大四喜 1950年 有五福臨門 1951年 銀海春光 歌唱沙三小 1952年 他拍過《江水王夜祭珍妃》 1953年 有《風流夜合花》 1955年 《菱花夢》 《醉打金枝》 《玉葵寶玄》 1956年 有《外老拜壽》 《奇人奇雨》 《香下老沉仔》 《寒風暴雨釣寒梅》 《失時甲慢》 《同撈同煲》 和《花好月圓》 好 今日分享到這裏 暫時休息一下 在明天繼續同大家分享 《半日安》的演藝人生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 點讚 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訂閱我們這個阿N與阿N的頻道 好 下條片再見 拜拜